2005年在中国曾经有一起案件震惊全国 案件中的加害者不但是一个优秀的留学生 也是清华女博士 然而后来却被揭发她枪杀丈夫 还曾与尸体同住齐天 这些在外人眼中本不应该关联在一起的因果 却串联在了一起 很多人想不通 一个前途一片光明的高知识分子 为什么会选择自断前程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起 惊悚悬疑的清华女博士杀父案 在大部分人听闻过的这个夫妻杀人案里 都是相对强势的老公 杀害相对弱小的老婆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清华留美女博士杀父分尸案 这个女博士身高不到1米5 而且非常瘦小 却残忍干掉 并分尸了身高1米8的强壮老公 可想而知 在案件发行的当年 在中美两国都造成了相当大的轰动 2005年8月30日 美国拉菲特市警方接到报警 说一个停车场里发现了藏匿的碎尸 他们赶紧过去一看 果然这些破碎的尸块已经严重腐烂白骨化 看样子不是一两天了 据说现场的惨状就连身经百战的警察看到 也忍不住反胃吐了一地 随时在经过警方严厉的调查 尸体的身份得到了确认 他就是来自中国10年28岁的留学生何磊 何磊是美国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系的研究生 性格开朗阳光人缘很不错 也没听说他和谁结过仇 他老婆陈丹磊更是一个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性格内向的女博士 脸色交得很少 那么到底是谁跟何磊有多大的仇才会下这么多的手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警方之后的调查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因为莎士并分尸合理的正是他那个沉默寡言的博士老婆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彼此相爱的两人走到了如今悲惨的局面 背后究竟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998年某天下午 已经是清华大学学生陈丹磊在课堂上捡到了一支钢笔 恰好这钢笔的主人就是何磊 两人就因为一支钢笔结事 渐渐开始有了交集 陈丹磊的性格比较腼腆 生活上没有什么朋友 平时生活就是典型的三点一线 宿舍、教室和图书馆 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无序沉闷 但何磊的性格却相反 他很幽默风趣 身边总围绕着一堆朋友 妥妥的就是个社交奴人 看着就是个阳光热情的小伙子 就这样像太阳一样的何磊深吸引了陈丹磊的目光 只一眼他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开始找着各种机会约他见面 对他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很快何磊就被陈丹磊的真情给打动了 他觉得这个女孩虽然腼腆内向 但他的感情笨锁又整成 是一个值得相交的好女孩 于是就答应了对方的追求 两人成为了一对校园情侣 只是在两人深入交往后 陈丹磊的性格缺点也开始暴露出来 他认为自己长相普通 性格也不讨喜 而何磊性格热情开朗 身边男男女女的朋友交了不少 自己根本配不上何磊 再加上两人确立关系以来 何磊一直不想在朋友面前介绍他 当朋友调喊何磊是不是交了女朋友时 何磊都会转移话题喊呼过去 从不正面回答问题 这让陈丹磊感到特别不安 他不确定何磊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 于是便开始变得患得患失 开始限制何磊的交际自由 要求对方不管做什么都得告诉他 尤其是去参加聚会的时候 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 都得一一向他汇报 刚开始的时候 何磊还沾沾自喜的觉得 女朋友在乎自己 直到陈丹磊越来越限制他的交际自由 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情 在那里疑神疑鬼 他才开始感到厌烦 其实陈丹磊为什么对待感情会这么偏激 这与他的原生家庭有很大关系 他是在一个不胜幸福的家庭里长大的 母亲是个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的村妇 父亲只是一名大学教授 两人在思想的层面上有着极大的差距 因此母亲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丈夫 她肯定更喜欢外面那些既优雅又学历高的女人 迟早有一天会抛弃她们的母女 也因此经常会威胁小事吵架 后来父亲实在忍受不了母亲的疑神疑鬼 直接与她离婚了 他让陈丹磊母亲变得更加疯狂 天天沉浸在自我厌弃的情绪当中 以至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这也给陈丹磊的成长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以至于她变得自卑怯 孤僻且不善交际 陈丹磊眼看何磊对自己越来越不耐烦 心里拉起了警铃 他左思又想 想到了一个办法来改变现状 那就是申请出去美国读书 然后再把何磊带过去 这样何磊就能切断这里的一切交际关系 乖乖地待在他身边了 于是陈丹磊马上将心里的想法付诸行动 并且很快就拿到了国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随后还跑去对何磊说 我们结婚吧 这样你就可以跟着我去美国陪读了 你说这样好吗 一听说有机会去美国进修 何磊对此心动了 要知道 那个年代大家都向往出国 更别说是全球最发达的美国了 于是何磊就爽快答应了陈丹磊的求婚 两人简简单单搞定婚礼之后就奔赴美国 然而来到美国后的生活 并不像陈丹磊想的那么幸福 虽说刚开始因为人生地不熟 何磊确实安安分分在他身边待了一段时间 但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何磊也成功考上了普渡大学 还在美国这边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圈子 认识了不少当地华人和前来留学的学子 又恢复了过往的生活模式 隔三差五就开始出去参加聚会 反之陈丹磊却和从前一样 依旧没什么朋友 每天不是去学校上课就是待在家里看书 仿佛外面世界的热闹跟他毫无关系一般 于是为了能让丈夫有在自己身边 陈丹磊又像从前一样 给丈夫打起了连环扣 只要丈夫晚了一分钟接电话 他就会疑心 丈夫在外面有人 等丈夫回到家之后 就开始大吵大闹 常常弄得家里鸡飞狗跳的 然而面对老婆的歇事底里 何磊很少想着去沟通化解 而是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 其中何磊的一个朋友回忆说 有一次何磊在钓鱼 陈丹磊开始坐着看 后来帮着尚尔 也要求甩干试试 何磊没有给他还是自己坚持 正想之间 陈丹磊跌倒 因为岸边都是大石头 不幸滑倒脚受伤流了血 我和我室友忙收干的来帮他护理 便像一个美国人也拿来创合贴 但是 唯有何磊没有动作 专注于钓鱼 陈丹磊见他补过来就哭了 他还是没动 估计生气了 觉得陈丹磊多事给他丢脸 而何磊的这种态度 无疑更加刺激了陈丹磊 让两个人的关系划向了更危险的极端 在2004年陈丹磊的第一次暴力行为出现了 那是圣诞节前夜 何磊和一群朋友约好一起过节 而陈丹磊却希望两个人自己在家过 不让何磊出门 两人又一次开始大吵 当时何磊特别无奈的冲他 吼了句 你能不能看看自己是什么鬼样子 明天就知道待在家里 你能不能去建立一下自己的社交圈子 我真的受够了这种生活 我们离婚吧 听到离婚这两个字 陈丹磊整个人如龄大敌 一直拉扯他的那根线就这样崩断了 他随手就拿起身边的东西砸向何磊 甚至还抄起桌面上的水果刀向何磊捅去 当何磊痛苦的声音声响起时 陈丹磊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 难仅把丈夫扶起来送去医院救治 可尽管丈夫伤势没有大碍 但身上的伤痕还是引起了当地医护人员的注意 他们怀疑这是家暴造权的 于是就把情况报告了警察 警察很快就把陈丹磊抓了回去 直接把他关押起来 后来何磊实在是于心不忍 只能自己找律师帮他打官司 交了保释金才把他保了出来 只是事情找传遍当地了 学校知道后开出了陈丹磊的学籍 美国政府还打算把他遣送回国 陈丹磊的人生都被毁于一旦了 面对这样的人生打击 陈丹磊感到很绝望 他觉得自己更配不上何磊了 何磊早晚都会离开他的 后来有天下午陈丹磊又看到何磊 忙里忙外的准备聚餐的东西 他走过去哀求丈夫说 你能不能为我留在家里 听到陈丹磊的话 何磊讽刺的笑的笑说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样懵在家里 像你这样活着多没意思啊 你要是介意我出去交朋友 那咱们干脆离婚吧 我们不适合 听到何磊再次提出的离婚 陈丹磊觉得自己要疯了 他不明白自己那么爱何磊 为什么还会失去爱人 他不甘心就这样认输 于是在心里酝酿了一个计划 希望让何磊永远留在他身边 2005年8月20日早上6点钟 陈丹磊轻轻推醒了何磊 他盯着何磊的眼睛问说 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 你给我把话说明白 当时何磊小的妻子又在发疯 很不耐烦的说 你说呢 这天天唠唠叨叨的烦不烦啊 说完就转身继续睡觉了 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时陈丹磊悄悄从枕头底下摸了一把枪出来 对准何磊后呢 蹦了一枪直接就送他回去了 杀了何磊以后 陈丹磊并没有马上清理他的尸体 反而与他在房间里共渡了七天七夜 直到石车位散发出来 陈丹磊才花钱请人分解了尸体 最后再把尸体碎片扔到了一个飞气的停车场里 处理完一切 陈丹磊就想回国给本性扫扫墓 然后再追随何磊离去 只是他的护照因为家暴事件被没收了 他只能扮成丈夫的样子 拿着丈夫的护照企图蒙混过关 然而他的伪装很快就被上海警察识破了 他们很快与美国那边取得了联系 直到他涉及到狱中命案 于是直接就逮捕了他 最后在2007年7月10日 上海法院宣判 陈丹磊故意杀人罪名成立 判处他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并赔偿被害人和磊父母44万余元人民币 据说由于陈丹磊在狱中的表现良好 后来被转为有期徒刑 之后有记者去采访他 陈丹磊甚至开始畅想出狱以后要去做什么 他说最感兴趣的是翻译类的工作 虽然距离这起案件发生已经过了十多年 但在今天看来这桩案件依然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共鸣 在留学圈里这样阴爱深恨的例子还真的有不少 像是2009年1月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博士诸海洋 杀害了同样来自中国的女同学生 死者被发现时深重疏导 2014年9月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女留学生少彤突然失踪 接近20天后 警察在汽车后备箱里发现了少彤的尸体 凶手正是他的男朋友李向南 但凡身在像陈丹磊这样的高知识分子身上的例子 还是少数的 然而击溃陈丹磊的不是出轨的丈夫 不是那些真切发生过的能够摸得着的东西 而是他内心深处对自我的怀疑和否定 当然这部分原因与他的原生家庭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 一个破碎的原生家庭 一个偏执性的母亲 导致了他的心理失去平衡 最终走上了不轨路 好的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请继续支持优质内容创作者 我是马来西亚小男 我们下期见咯